你等等我 什么时候你叫我设计吧 过了时间吧 过了时间什么时候啊 你等等我 你跟我说了时间嘛 让我也好有个盼头 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没有 怎么样 没事吧 没事 跑什么跑啊 那你刚刚的事还报呢 房子的事 还得跟你再说说 你说咱们从220万 涨到400万 一路涨了有五回了吧 达到对六回了吧 房子的事 不是说了吗 不用你管 是不是怕你太累 给你分拌分拌 有什么问题吗 这 太高了呀 可是我们部门的人都说了 就得这个价 500万 疯狂 400 这是五万 那要我说啊 直接开一天价 你爱买不买得了 你是什么态度 这价钱呢 得得公道合理 你说啊 咱们那个房子位置是不错的 但毕竟是老房子 你将心比心 现在让你套400万去买 你买了 都买了 就失了你 好 那 那你说呢 要不 350万 350 定了 定 350 不变卦了 我身子说话不算说的人吗 行 那我们今天就抽空 到中间那去把价钱改过来 成交 袁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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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帮帮我 袁总 我知道您要说什么 但是 我知道您很没难 您跟王董他们 还有其他产业的合作 帮了我就等于跟他们做对了 但是我还是希望您能好好考虑考虑 我相信你的能力 也知道集团只有在你的手上 才能谋求更长远的利益 但是公司的现状是 大部分的董事都站在你的队里面 即便是我愿意帮你 站在你这边也违世无语 梁总 您是愿意帮我了 做人要假良心 虽然我跟王董事他们 有生意上的网络 但是 公是公平 自知私欲 如果没有当年你对我的帮助 我也不可能走到今天的 我会站在你的队里面 我会站在你的队里面 我们 终究比不过 不一定 还有几个董事的意图不明确 我们不能直接就认输 林华 其实你不来找我呀 我也要去找你 说实话 咱们这两年呢 真的是千辛万苦走到今天这一步 真的不容易 是啊 现在 都成总了 但不能因为钱 把咱们辛辛苦苦记载的事业 拱不承认给别人吧 再说了吧